这一题特别注意,它的相关尺寸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是什么?直径多少? 80,那半径就是一半,40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画这个图形 它等于是先画一个圆,那半径我用40 因为我习惯就把它改为半径,比较好画 然后画完之后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先画一个这个 诶,那有点想到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半径实际上就是说 另外这边画一个圆 这个圆的中心刚好是在哪里呢? 刚好在第一个圆的四分点上面 也就是说它的半径也是40 也就是画完之后把这个删掉 删掉之后就有这一边 另外其他的怎么做出来呢? 就是旋转 旋转之后复制、复制、复制 总共复制几个呢? 一个 几个 一个 总共六个 那所以说呢 总共有六个 那如果说它们之间相差的角度是多少? 那就是什么? 三百 三百六除以六嘛 对不对? 那就是六十度 那你画的方式有几个 第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前面讲过 用什么? 用旋转加复制 旋转加复制 就是旋转复制 总共你就六十度 六十度 一次六十度复制旋转 那这样也可以 可是这样的方法太慢了 所以今天要讲一个什么呢? 所谓的那个 阵列 那阵列就是什么? 阵列就是说 它可以快速的帮你 就是说呢 做出重复的动作 就是所谓的阵列 那这里的话呢 总共 比如说总共有六个的话 你就用这个阵列 那阵列里面呢 又分成几种阵列 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那个CAD里面 阵列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阵列 你们看一下 如果说你们有学过 像那个什么Photoshop Photoshop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在那个Photoshop里面 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看一下 你会发现 像这个按钮 跟这个按钮有什么差别 有没有发现 它的右下角多一个什么呢? 有没有看 很小一个 就是什么 小小的三角形 那所谓小